在国外怎么样花更少的钱 走更远的路享受更好的旅游体验 今天我就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因为我不是最近在东南亚旅游吗 现在已经来到了越南胡志明市 到了这里以后就发了一个微头条 就是我花100多块钱人民币 在胡志明的市中行住了一个20多坪的带阳台的酒店 是不是很香 还有一个就是我从机场到酒店 到胡志明的市中心 只花了不到1块5的人民币就过来了 很快捷 另外就是说我说这边的椰子就是很便宜 然后很多网友就质疑 有的就说要不是我去过越南几次 我就真信了你的鬼话 还有一个就是说看到那个照片 上面的广告牌上写的是Q1 也就是胡志明的一区一郡 就是市中心的市中心 在这样的黄金地段住酒店 100多块钱人民币住大洋台的酒店 根本不可能 然后说除非是美元还差不多 还有就是说越南那边打地呀 潮湿里面的饮料什么的食物啊都很贵 还有越南吃饭也很贵 所以我就是骗人的 那么我今天就是借这个机会 正好我在胡志明玩了两天 今天有人累就在酒店里面 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讲 在国外啊 以我的经验 怎么样花更少的钱 就是更好的旅游体验啊 就是他们很多人都质疑 我这个在越南胡志明市市中心 住的这个大洋台的酒店 不可能100多块钱人民币 不可能这么便宜 所以这边消费很高 这个我是有定单为证的 我住四个晚上 我是连住四个晚上 他是700多块钱人民币 也就是100多块钱一晚 不到200块钱 就是100多块钱是不是 我也不狡辩是吧 如何住到不贵 第一我们说这个住啊 首先我出来穷游 很多情况下都是 住轻语 但是如果有更好的 性价比更高的酒店 我也会住酒店 就我在吉隆坡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我住的是轻语 那也差不多要100多块 但是我们知道吉隆坡 他相对于泰国和越南来说 他消费是最高的 泰国的消费也不是很低 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 越南可能是最低的 但是他们说 越南这么贵 怎么可能 我这个酒店是不是 是不是就100多块钱人民币一晚上 我是在那个 咱们国内的那个软件商店里的 并且我不用国际的那个booking 订房间 因为我不熟悉 不知道怎么操作 也不知道他上面讲的是什么 他们可能选择更多 但是我还是用国内的 因为我比较熟悉吧 我就在国内上 我就看一大圈 是吧 清语也对比一下 民宿也对比一下 酒阵也对比一下 什么我都对比一下 但我发现这个 这个性质比很高 然后在市中心又交通方便 住行都方便 那我就定了这一个 就100多块钱人民币 是不是 还有这个行 这个行的话 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熟悉 所以被坑 说什么打低 100多块 那我说你有公交 不住你为什么要打低呢 有非常方便的公交 不住你为什么要打低呢 是不是 这个是你自己不够熟悉 不够去 没有去了解 所以你花钱花多了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 有更便宜的出行方式 是不是 我就说嘛 你15分钟一班 只要1块5 不到的人人民币 直接到达市中心的公交 不住你非要去打个低 你不熟悉的非要去打个低 你被坑了 那你说那个价格这么高 那你能怪谁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我在吉隆坡 国际机场到吉隆坡市区 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做了他们的那个特快的 相当于是我们的特快的 直达市中心的轻轨 花了多少 花了是50马币吧 好像是 多少钱呢 几十块人民币呢 但是后来我从市中心去机场 我就发现原来可以住机场大巴 就在马来西亚那个吉隆坡的 重心火车上 就直接可以住那个机场大巴 只要15马币 那我不是省了很多吗 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省钱的方式 还有这个吃 还有这个吃喝 说我在那个诺边堂买了两个椰子 只花了两万越南顿 折合人民币三块钱一个 是不是很便宜 那你们非要去那个店里面买那个科技 科技鱼很合的饮料 还不是骨子啊 就是纯粹的科技鱼很合的饮料 在胡志明这里 他一瓶饮料可能中位价 就是普通通的一瓶饮料的中位价 他可能都要七到八块人民币 我就发现东南亚这边的饮料特别贵 不管是马来西亚泰国还是越南 他这个饮料都很贵 比如说我买一瓶水 如果是买水的话 他就会便宜很多 只要不是饮料 他就便宜很多 就像是我这一个啊 我这个是在胡志明市中心的711买的啊 那700 750毫升 只花了9000美兰顿 3927就是2块7 这么750毫升的 你说这个便不便宜了 那你要是去喝饮料 我说了七八块钱一小瓶 还没有这么大 大概就550毫升 还没有这个750毫升这么大 又七八块钱 那你非要喝饮料 非要喝科技也很合 纯天然的椰子不喝 这种水不喝 那你说贵那我有什么办法 还有这个吃是不是 很多人都要在国外要吃中餐 中餐不管是在哪个国家 他都会比当地的要贵很多 你在中国吃中餐吃的还不够多 在国外你还要吃中餐 想想想念家里面的味道 去店里面吃 那你就是那你非要花这么高的价格 那也没办法呀 我到一个国家 我我吃路边摊 我吃他们当地的美食 是不是 我在马来西亚 去吃印度餐 他们说印度餐不干净不喂食 但是我吃了以后也没有那肚子 可能我体质比较好还是怎么样 六七块钱人民币 我能吃一个炒饭 他们的份量少我吃两份 我也才十几块钱人民币是不是 那你非要跑到那个中餐馆里面去吃中国菜 点个三个菜花了两百多的三百块人民币 那你这又是何苦呢 那你的消费那肯定就比我高了 那你说 那你就说那个消费很高吗 越南这边也是一样 胡志明这边也是一样 只要是中餐跟中餐搭上边的 他就要比本地的那个店子里面的还要贵很多 所以我即便是在店子里面去吃一个餐 二十多块钱人民币 三十块钱人民币 我吃两份也四五十块钱人民币 也能吃饱了是吧 吃两份就是 那我是吃路边摊 我吃个粉十几块 是吧 我也可以吃啊 所以这个就是看你的一个怎么样学会一个省钱的方式 这就是我分享的我的这个经验 在泰国也是这样 在曼谷也是这样 我一般都是当地的诺边摊 我走到哪里玩到哪里 我在吃到哪里 我不一定不要进店子 我进店子的话 我可能太热了 我进个店子进来店子里面 越南的本地的特色 泰国本地的特色 那我吃下来普通通的一二十块人民币 我再点个菜三四十块钱人民币 加了个在一起 是不是 那我没必要天天这么吃吗 在国外也没必要天天说 在那个中国餐去吃吗 是吧 那中国餐说的贵吧 吃住行 我这不都说了吗 你怎么省钱 你首先有一个规划 我现在在东南亚 跑了三个国家 从马来西亚到泰国到越南 这是第三个国家的 我才会出来十多天了 我现在花的钱 全程飞机 我花的钱总共才不到九千块 就八千来块钱 我估计我这个行程下来 也就是花钱多块钱 上不了九千块 去了吉隆坡 去了槟城 去了曼谷 到了胡志明 下一站去河内 然后回国 所有的全程机票 但是这个机票 提前订 提前订 提前一个月订 当然你一定要确定行程 这样你才能提前订 才能 订到更好的 订到更便宜的这个机票 我这个里面还包括签证费 像马来西亚的签证 我自己搞定 就不需要中介收费了 然后越南签证 我是找到中介 在在某坡上找到中介 泰国是免签的嘛 是不是 这就是我分享的 我一些个人经验 就是你自己心里面 出去玩 有一个充分的行程安排 有一个自己的攻略 这个省钱的一个方式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说的有点多了 好